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媒体新华社发表文章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却成了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人权卫视的人设已然坍塌 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 这是多么烂的人权面貌 新华社的文章还抨击美国动辄拿所谓人权问题刁难他国 一些政客对内欺骗 对外甩锅 干扰国际抗议合作 今年1月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2月10号在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时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对中国在香港 新疆和台湾问题上所作所为的关注 他上星期出席一个市民大会电视节目时说 美国必须要为人权发声 而中国将会为其践踏人权行为承担后果 北京拒绝接受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 并以生存权为最基本人权来回应人们对中国现实政治改革的呼吁 在新冠疫情起源和全球大流行问题上 中国也拒绝接受任何人的批评 拜登新政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 拜登政府目前无法准 却判定新冠病毒究竟源自何方 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够透明 他说 我们不认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探究大流行 如何在中国和全球扩散提供了充足的原始数据 前川普政府白宫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说 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不会对卫生官员们透明 现任和前任国家安全顾问都表示 中国政府没有为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努力 提供充分的数据 美国情报部门有必要为应对病毒大流行做出更大努力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 新疆种族灭绝证据不足 据联合早报报道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于年初得出结论认为 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大规模监禁和强迫劳动属于反人类罪行 但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中国在新疆进行了种族灭绝行为 这与拜登和川普政府的立场不符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19号发布一篇独家报道 并引述三名前任和现任美国官员透露上述消息 根据这篇报道 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月19号 也就是拜登就职前一天宣布认定中国在新疆 对当地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 尤其针对维吾尔族群 拜登政府之后也重申了蓬佩奥的这项立场 报道说 事实上在川普政府任期的最后几周 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律师们所得出的结论 与那些要求认定中国种族灭绝的官员的说法完全对立 最终导致一份分裂的备忘录发送给蓬佩奥 外交政策指出 除了涉及如何对中国新疆政策定性的法律争变外 种族灭绝的认定也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因为一旦认定将施压美国和其他国家 惩罚这个与其自身贸易环境和安全活动 纠缠在一起的全球强国中国 在没有扎实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存在政治化的风险 也可能削弱这一用词所意涵的严重性 种族灭绝一词在上个世纪 是被用来描述大规模杀戮的最坏情况 外交政策称 国务院法律顾问谨慎的结论 并不等同于判断新疆没有发生种族灭绝 而是反映了要证明种族灭绝存在的困难 种族灭绝一般是基于民族宗教 种族或族裔认同等因素 破坏或屠杀全部或一部分人 这也说明了公众对种族灭绝罪的认知 与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的法律定义存在出入 国务院法律顾问长期以来都认为 种族灭绝是须涉及意图对一个群体造成身体和生理上的毁灭 种族灭绝是很难在法庭上证明的 人权观察组织国际司法专家 Richard Dicker说 甚至最恐怖的罪行 烧毁村庄 有计划的强奸或处决大量平民 也不能被视为种族灭绝 除非犯罪者有非常明确的意图进行犯罪 当然 意图是基于某个群体的宗教 种族或民族背景 而消灭全部或部分人口 报道说 美国政府内部几乎毫无争议地认为 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的方式 令人震惊且构成犯罪行为 不过 对于该行为是否达到起诉种族灭绝罪 所要求的极高门槛仍存在疑问 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的特别协调员 Todd Barkwald 以及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人权专家 Adam Kiss写道 国际法庭的结论是 犯罪者需有意图从生理或身体上消灭相关群体 其犯罪行为才符合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定义 不过他们也指出 该公约排除了文化种族灭绝这一范围更窄的概念 三天两打虎 山东人大副主任张新奇落马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新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官方简历显示 张新奇生于1956年8月 仕途一直在山东 早期曾在烟台工作 历任烟台市建委副主任 烟台市规划局局长 莱州市市长等职 1997年任烟台市委常委 莱州市委书记 2001年张新奇调任维方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后出任维方市市长 2006年任维方市委书记 2011年张新奇调任青岛市委副书记 市政府党组书记 后出任青岛市市长 任职5年 于2017年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至2018年卸任 这是三天内中央第二次出手达胡 2月21号 贵州省政协员主席王富裕 涉嫌严重违级违法被查 好我们继继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阿里巴巴文育公关总监张薇跳楼身亡 据东网报道 中国周一22号晚上有网传消息指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公关总监张薇 当日在位于北京望京街道的阿里巴巴总部 跳楼身亡 引起社会关注 事隔一天 张薇的家人在网上澄清 指当事人日前在住处不幸意外申故 对网上的不实言论极度痛心 我们但愿他走得宁静平和 张薇跳楼身亡的消息传开后 其亲属周二23号发表公开信称 我们亲爱的家人 原谅我们不想提及名字 日前在住处不幸意外申故 这个消息让我们至今悲痛不已 难以接受 信中又提到张薇的追思活动 已于年前低调从检处理 作为家属看到不实言论感到痛心 但会尽力保护亲人 不被再次伤害 资料显示 张薇于2015年1月入职阿里巴巴集团 其后很快得到晋升 曾作为阿里大文育的新闻发言人 多次对外发声 其朋友圈最后一则可见的发文 则停留在2月1号晚间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泰斯拉见鬼 行经无人目的感应器上全是行人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驾驶泰斯拉上路感应人潮拥挤 但窗外路况显示正行经目的 中国网民把视频传上抖音 引发福建等多地网民呼应 纷纷说有同样经历 中国媒体质疑这不是领异事件 而是泰斯拉系统出现漏洞 这段泰斯拉感应器 在无人目的侦测到人潮的影片 原始档案相信源自国外 画面里空屏上可以看出 在空无一人的坟场 不仅检测出了行人 这些行人还正在走动 有网民把它上载到抖音平台后 在中国车组群组疯传 泰斯拉用户纷纷表示 曾有同样的经历 说自己开车在目的附近行驶 那里没有人 但泰斯拉监控系统显示 右边有人在移动 在福建厦门则有网友上传 泰斯拉进入隧道 屏幕上显示旁边 有一辆巴士驶过 但实际两旁并无车辆 当事人方姓男子称 泰斯拉当时以时速69公里 在空无一车的隧道中行驶 但空屏中却出现了 一辆公共巴士的图像 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分钟 隧道后半程 巴士消失 于是大探 好恐怖哦 泰斯拉为何会在无人目的感应到人 泰斯拉中国售后服务人员回应表示 出现争议的探测系统可能是雷达物侦测 据了解 泰斯拉感应系统采用摄像头 与毫米波雷达融合探测 来识别真实环境中的物体 摄像头获得的图像 部分是行人 其他是车辆 动物或者其他障碍物 泰斯拉通过算法将传感器和摄像头捕捉的物体进行分析 并以视觉化方式呈现在中控屏中 因此出现无人便有人的情况 注音 可能就是演算法出错 误读了侦测结果 好我们继续 下面的报道 藏族网红丁真被指出轨被包养 工作室发声明否认 据苹果日报报道 西藏甘兹藏族青年田野男孩丁真 早前被人爆出吸烟的短片后 引发轩然大波 近日再有人指丁真已婚 出轨被包养 及与粉丝存在不正当关系 对此丁真的工作室 李唐旅游大使丁真工作室 22号在微博发布声明 指相关内容严重背离事实 严重侵犯丁真名誉权和隐私权 声明指失实内容以逾越道德法律底线 警告相关用户立刻删册相关内容 律师团队会密切关注此事 及时公正取证 声明指部分别有用心者 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针对丁真的不实言论 和侮辱性言辞 存在恶意伪造 泄露丁真隐私讯息之涉嫌违法行为 且对其进行恶意揣测 这些内容已经发布 即引致不明真相的网络用户评论转载 以严重影响丁真的个人声誉 影响极其恶劣 声明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人格权边相关规定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部分主体发布相关捏造的不实言论 及侮辱言辞的行为 以涉嫌侵犯丁真之名誉权 泄露丁真隐私讯息的行为 也涉嫌侵犯丁真之隐私权 声明指出 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 任何人不得存在侥幸心理 而发布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言论的行为 否则将引致己方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